在郭慶王今週期間加強巡查訪港旅行團有沒有懷愧 郭慶王今週展開 在紅鴿文魚街一帶的珠寶店 旅行團一車一車抵達 穿著藍色背心的旅遊業議會巡查員 登上多部旅遊車 檢查導遊的證件 核實旅行社有沒有請不同的導遊帶同一個團 有內地旅客認為 當局加強監督會覺得安心一些 導遊起碼在那種有監管力度的下面 他可能會有些事情就不會去做 來自成都的李小姐 給了一千元人民幣團費來香港玩兩天 她說導遊曾經叫他們在指定店鋪消費 我們香港人到這來 你還是要消費我們帶你去的地方 你還是要購物 你不要兩手空空的就出來 李小姐的導遊就否認 我們沒有說這些事絕對沒有 但有遊客這樣說 不是我們的客人來的 可能 旁邊這一帶的珠寶店是不少內地旅行團的指定旅遊點之一 有遊客就說導遊指定他們要在這裡逗留一段時間 才接他們走 在發生導遊阿珍事件之後 導遊業議會在2月起 實施導遊計分制等的措施加強規管 國慶王今週期間 巡查次數由每星期超過20次 增加至超過50次 亦都會去到不同店鋪放射 調查有沒有強迫救物 無線電視機在利盼龍報導 英國大部份 對